先换 11 或是鬼趟 整陪 tomorrow 我們看到很 arch褲 好чесane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希望這個小朋友請ießen 請 forgot on sevaa 你們不安靜就不開始 所以請你們嘴巴披上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明天的天氣會如何呢 讓我們邀請到氣象主播蕭瑞辰 來為我們提供說明 大家好 我是氣象主播蕭瑞辰 明天聽就是 明天依舊是 請讓穩定又炎熱的天氣 預計這樣的天氣還會延續3到5天 北部約36到37度 台灣其他地方也有33到35度的高溫 那民眾不在外活動 需要特別注意什麼嗎 民眾要多注意防曬 也要多補充水分 這樣的天氣對老年人和小孩 是相當大的討厭 那另外呢 有想出國的朋友 需要特別注意什麼嗎 由日環太平洋高壓影響 日本氣溫可能刷新機械高溫紀錄 但午後不排除雷戰 看來要先往日本的民眾 沒往西南的距離 目前在關島附近海域 有兩個熱帶性低氣壓影響 未來皆有行程輕度颱風的機率 我們也會密切注意颱風的動態 要前往澳洲的旅客 則要由一方風雪來騎 且菲律賓氣候也熱 氣溫到達至急速 冷靜中的抽選經典推理文 不不變的啦 真的啦 以上的新聞由蕭瑞晨提高 感谢您的生態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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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